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里存在着一个瀑布 人们称之为恶魔之渊 因为它是通往恶魔撒旦的通道 尼迪与詹尼弗两人是一对闺蜜 詹尼弗性感热辣、活泼开朗 而尼迪貌不出众、性格独立 一天,詹尼弗邀请尼迪陪她一起去酒吧 观看摇滚乐队的演唱会 詹尼弗坦言,自己很迷恋乐队的主唱 晚上,两人来到了酒吧 可是演出刚开始一会儿 酒吧就意外起了火 火势迅速蔓延 两人从酒吧的一个小窗户成功逃生 这时,主唱走到他们的面前 并邀请两人坐上他们的车去安全的地方 但詹尼弗不听尼迪的劝阻 一个人上了车 跟随乐队的人离开 看到主唱不怀好意的举动 尼迪心生不安 尼迪回到家里给自己的男友手条打电话求助 突然,门铃响起 尼迪来到门外,但一个人影都没有 回到房间后 突然,满嘴湿血的詹尼弗出现在她的面前 瞬间,嘴里吹射出一大堆黑色的液体 惊恐的尼迪赶紧打电话求助 却被詹尼弗按压在墙上 双唇紧贴着她的颈部蠕动 突然推开尼迪迅速跑了出去 第二天,詹尼弗出现在尼迪的面前 皮肤变得光滑,精神抖擞 但她似乎对昨晚发生的事毫无印象 放学后,詹尼弗来到操场上 风情万种地勾引学校橄榄球队员 两人来到树林里,约炮解决需求 突然,詹尼弗流露出邪恶的一面 并咬死了她 只留下一具开膛破肚的尸体 过了几天,詹尼弗又将另一个同学柯林约到家里 里面摆放着奇怪的蜡烛 两人开始了不可描述的运动 与此同时,尼迪和男友薯条也在床上翻云覆语着 她突然产生了幻觉,看到天花板上快速渗出血迹 此时的詹尼弗正禽兽般地吃着人肉 尼迪往沙发那边望去 看到橄榄球队员和詹尼弗正对着尼迪猙獰的笑着 精神崩溃的尼迪从男友家跑出来,赶紧开车回家 途中,满嘴是血的詹尼弗突然站在路中间 尼迪来不及刹车将詹尼弗撞飞 回到家的尼迪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平复了些情绪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吓得尼迪尖叫着跳起来打开灯,看到詹尼弗正坐在她的床上 詹尼弗给她讲述了酒吧失火那晚发生的事 乐队把她带到恶魔之渊瀑布那里 举行邪恶仪式,准备用詹尼弗祭祀给恶魔撒旦 好让她的乐队能像魔力红乐队一样大红大族 主唱用小刀刺死了詹尼弗 奇怪的是,詹尼弗不但复活过来 她获得了再生的能力 但她必须吃人肉,喝人血才能维持自己的容貌 本能使她没伤在尼弗,随后便跳窗离开了 第二天,尼弗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记载撒旦恶魔的文献 才知道,献祭给撒旦的女子必须是厨女 否则,恶魔便会复生在祭品的身上 而那时的詹尼弗早已不是厨女 所以才造成了这一切 但只要把一把刀插入詹尼弗的心脏 就可以结束这一切 在毕业舞会上,尼弗感应到了不安 赶紧跑出去寻找男友薯条 而此时的薯条早已被詹尼弗约出来 两人在水池旁开始了不可描述的缠绵 这时,尼弗赶到水池边 看到水中的薯条被詹尼弗咬伤的这一幕 尼弗鼓起勇气,跳下水池与詹尼弗活动 奄奄一息的薯条在最后一刻 拿杆子插入詹尼弗的肚子上将它赶走 自己却失血过多而死 难过的尼弗躺在床上 看着自己与男友的合照 决定为男友报仇 他找到了詹尼弗 两人开始了激烈的打斗 并扯断了两人友谊的项链 最后一刀刺入詹尼弗的心脏了结了他 尼弗也因此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但是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尼弗 因为在打斗中被詹尼弗咬了一口 受到了感染 拥有了恶魔的力量 他踢坏了铁窗 成功地离开了精神病院 在溪水里找到了那把杀害詹尼弗的小刀 路边拦截了一辆车 是要让乐队成员血债血偿 这是一部义震义邪的恐怖青春片 将青春的叛逆与代驾 用一种妖魔化的手法加以调侃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种感觉正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崛起